那這一條呢,就是關乎這個根式份數的問題來的 那相對地應該不會太難的 那想看一看,這個份母呢,會有四個數組成 那這些數呢,全部都是可以透過因式分解去將它組合開來的 那我們看一看了 那講過這個份母,我們關心這個份母先 那份母我們可以怎樣抽呢? 例如抽一個2出來 那頭這兩個組合在一起就變成 跟好5加跟好7 那而右手邊這兩塊呢,我們可以抽個跟好3出來 那就是跟好5加跟好7 那上面就是有跟好2加跟好3 那Turnout呢,我們 下面的這一塊,跟好5跟跟好7呢 又是另外一個comment vector來的 那既然是這樣,我們又可以再次抽一次出來 那將跟好2加跟好3成為剩下的那塊東西 然後他們的comment vector是跟好5加跟好7的 那看看份子呢 份子就是跟好2加跟好3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剛好剛好這個份子的這一塊呢 就可以相約下面的其中一個factor 那所以Turnout呢,我們就會有這個 1 over跟好5加跟好7的 那話雖如此,但是我們呢 其實還有漏了一步 就是將這個份母有理化它 那一般份母有理化呢 我們就會乘以一塊東西令到它有理化 但是我們以前呢 就只是對付過一個份母是跟好2 那只有一個數 那當然我們乘回一個跟好2 那麼那個份母就會變回到2 那但是這次呢 就是一個跟好加另一個跟好 那我們可以怎麼辦呢 那我們用回我們學過的 A加B乘A減B 那就等於A的平方,減B的平方 那這樣的話,我們可以代入 這個是跟好7減,跟好5 那上面又是跟好7減跟好5 那如是者呢 7的平方,不是 跟好7的平方,減跟好5的平方呢 就等於 這個東西啊 就等於 7減5了 那所以它的份母就變成2了 那最終上面的份子呢 就是跟好7減跟好5了 搞定 那至於第二條呢 那其實你看到這個份母的部分 又是可以拿出來分解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看 份子的部分就先不要管它 照抄跟好5加2個跟好7 再加3的 那份母的部分呢 你看到這裡 都是有3乘以1個跟好 那這個我們將會 在一起啦 然後跟好35我們就獨立拿出來看了 跟好35呢 和這個7呢 我們可以解一個跟好7出來 就是變成 跟好5 加跟好7 那跟好7乘跟好7就等於1個7了 那現在 再加這個3 抽個3 就是 裡面又是跟好5 加跟好7的 對 那當然 我們下面就可以 跟好5 變成 這個 跟好7 加3 另外一個 就是它本身的 就是跟好5 就是跟好5 加跟好7 那對於分子的部分呢 其實剛剛 剛剛我們也可以分解成 拿一個跟好7出來先 跟好7 加1個3 是不是 加上 這個 跟好5 再拿另外一個跟好7 加跟好7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下一步呢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部分分析的 那就是 puzzle fraction 那 但是這個 很花巧的說法 那其實 generaly 如果我們有 一條這樣的數 例如 就是這樣的樣子 A加B over AB的話 那其實這條數呢 就是等於 1 over A B 加1over B的通分 對不對 那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呢 下一步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變成 1 over 更好 7 加3 再加 1 over 更好5 加更好7 這樣 對了 那 那 問題又是來了 同一個問題 我們 是要把它 rationalize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次 我們分子分母各自成什麼呢 這個是 7加3 那 我們 可以嘗試一下 分子分母各自成一個 跟好7 3 減3 又或者3 減更好7 那 那 更好7 減3 那 而這裏呢 就成一個 更好7 減更好5 那 在這個例子來說呢 我們會有 A平 減B平 那這次呢 就 變成 9 減這個7 那所以呢 這個分母的部分呢 就變成2 那上面就變成 3 減更好7 那Anyway啦 這個是 雙加 而右手邊這一部分呢 就變成 減更好7 減更好5 那 那 剛好這個東西呢 其實 它的分母呢 都是2 因為 7 減5 就是2 那 如是者 這個 減更好7 還有 加更好7 剛好就可以cancel了 那所以我們turn out 最終的答案呢 就會有 3 減更好5 over2 就是這樣計的